看看新闻网 脖子戴皮草 身穿麻布衣 外露白背心 看着沙翼这造型 小编眼前不禁浮现出了 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 网络神人 徐李哥 我没事了 在这基地里 有的时候也 捡捡什么可乐瓶了 不过显然 在这二位的PK中 沙翼还是略胜一筹的 最起码西里哥走红时 露背装还没有推广到男人身上 而沙翼外套上的编织带元素 也是2013年才新鲜出炉的 这您现在所看到的这身衣服 是2014年 秋冬款 法国的秋冬款 这个上面采用的 这是编织系列 代表着粗放的那种 男人的这种性格 感情您也是个时尚达人 穿上了潮服 沙翼免不了嘚瑟一下 这波又是T台秀 又是露背装的 还真是自信心爆棚 沙翼这么豁得出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种浮夸的造型 对于她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当年与胡可举办婚礼 那一造型才是真的过目不忘呢 虽然后来沙翼解释称 这是送给爱妻的新婚礼物 不过把自己包装成新娘 再送给新娘 这一逻辑 小编只能理解为 爱得太深了 有个新的地 要真的不能停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